在GNNN 他們臨時駐六個包廂 要談兩個小時 就算這回已經是在場的 談的內容 是如何讓他們的損失 都降到最低點 你來到重慶坦白 我說重慶 我們看到藍白到底合不合呢 看起來真是破局了 因為就在10月23號早上 這個侯友宜 跑到馬英九辦公室去哭等 柯文哲哭得到12點都找不到他 甚至哭得到1點也還是沒有他 那麼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兩個人是沒辦法合了 因為柯文哲就是不過去 柯文哲的反應是說 他有聽到這個約 但他沒有答應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兒童的時間請問柯文哲在哪裡 柯文哲在郭台銘那裡 這樣一來 大家就已經知道意思了 也就是說 郭台銘跟柯文哲 他們有更密切的合作 可是侯友宜那邊呢 就算用再大的誠意 就算侯友宜願意當副手 那也沒有辦法換回柯文哲 然而這三個人呢 如果都出來選 或者至少有兩組人出來選的話 那麼情況是什麼 情況當然是這兩邊都逃不到好處 不管是侯友宜或柯文哲 他們很可能都會只有200多萬票 因為群眾已經是絕對的不耐煩了 所以啊 現在的局面是三個人都要停止他們的損失風險 也就是不管柯文哲 侯友宜或者是郭台銘 他們三個人都怕 萬一這樣下去不合的結果 把責任清算算到自己頭上 那民眾的選票就會造成一個非常不好的反饋 那結果該會是什麼呢 這時候我們來看看 他們的停損辦法是什麼 他們的停損辦法是在台北市的信義區 也就是啊 是著名的軍樂大飯店 以前稱為凱樂大飯店 後來改成軍樂大飯店 在軍樂大飯店 他們有一個包廂 也就是臨時租了一個包廂 要談兩個小時 就在這回已經是在談了 這個談的內容呢 是如何讓他們的損失都降到最低點 所以大家一定問啊 那麼這三個人 難道都會參選嗎 答案是可能性非常高 至少呢 侯友一個柯文哲 是必然要選的 而郭台銘呢 卻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跟柯文哲談妥 該怎麼辦 也就是說郭台銘仍然不應當副手 好了 現在這個局面是郭台銘也可能 就帶著自己的所有的參選證件 直接去登記 不過啊 此時此刻要登記是來不及的 他們的登記都會壓在11月24日 這個時候 我們看看三個人副手是誰呢 現在得出來的答案是 侯友宜 是跟他們的不分區立委 第二名 柯子恩 請提組是柯子恩 來搭配 那麼大家就問 為什麼不是黃敏慧 為什麼不是其他縣市長呢 傳出來的消息是 所有女性的縣市長 大概有八位啊 要不呢 就是侯友宜看不滿意 要不呢 就是人家認為這樣的政治風險實在太高了 還是別選好了 所以啊 國民黨現在也沒辦法號令 從盧秀燕一直到黃敏慧 乃至於張立善任何一個人出來選副手 這樣他只能從不分區立委裡面去號令 因為不分區立委 他們畢竟是黨中央說的算 說不讓你幹就不讓你幹 說你得幹什麼 這是整個國民黨裡面的程序要求 那麼柯子恩就只好無奈上陣 本來動員傳出柯子恩好幾次都說不了 現在再說不也不行 不然就把你的名字給拿掉 那豈不就更難看嗎 於是我們下一個要問的是 那會不會柯文哲這邊也是如此呢 答案竟然也是這樣 柯文哲恐怕也要把他的不分區名單裡面的黃珊珊 給拿過來當他的副手候選人 因為他就是沒有辦法要求郭台銘當他的副手 那郭台銘的副手就不用說了 因為他們有劣屬書 那是跟群眾有契約關係 也就是哈菲又賴佩霞不可 所以現在啊 咱們就看 11月24日的整天 這三個人呢 是不是就是帶著 侯友宜柯子恩的政見 以及柯文哲加上黃珊珊的政見 還有郭台銘加上賴佩霞政見 以及保證金新台幣1500萬元到台北市的濟南路啊 去登記參選 這個地方啊有一個選舉委員會 他得到那正式去辦理所有的手續 當然其中還有他們的最高學歷證明啊 尤其是郭台銘加賴佩霞 他們是一定得帶學歷證明 因為他是第一次正式參選 那就得帶學歷證明 而且還得要正本哦 如果到時候缺任何一個條件的話 那麼就會造成沒有辦法順利參選 現在啊咱們拭目以待 目前的這三組人啊 在停損之後 能不能講出稍微像樣的話 因為啊朱立倫呢 在11月23日的下午4點半 要召開緊急的記者會告訴大家 這個整個來龍續賣到底是什麼 現在啊是大家都想甩鍋 把藍白究竟合不起來的真實原因甩給對方 而且要讓選民有信心把票投回給自己 這確實是有難度的 當然啦 從我們觀察者的角度來說 這邊反反覆的關鍵人確實就是柯文哲 無奈現在中間選民也好 或者是藍營選民也好 都認為柯文哲就是個現場的或者現時代的反覆小人 不過柯文哲也因此得到了很嚴重的後果 因為他的民調啊直接下跌了 從他最高到現在已經下跌了13% 就算啊與侯有餘這時候在和 恐怕都未必能勝過賴秦德了 感謝你的收看